主山茶道协会今天举行新春团拜 以风华在线为主题 呈现70年代的氛围 会员们每个人都刻意 打扮成年轻时期活泼的样貌 让整个现场养育着青春活力 县福农业处处长陈瑞庆 主山镇镇长陈东木也都立临参加 同时祝福他们会晤蒸蒸日上 对茶叶的推广有立竿见影的绩效 踩着愉快的步伐 虽然不是专业模特儿 但走起台步 依然有相当的水准 为了展现茶道协会 历年来每一届所设计的会福 成员们特别选在新春团拜的这天 把以往精心设计的会福 展现给现场所有来宾 主山镇茶道协会 每年的会选在新春期间举办团拜 所有会员也都会绞尽心思 把团拜办得有声有色 今年特别选在主山就有烟草在 并以风华在线主题 呈现70年代的样貌 农业处处长陈瑞庆也应要出席 他表示看到所有会员都盛装打扮 以复古造型准现70年代氛围 让现场的布置与茶艺文化相互切合 今天很高兴代表现场来参加 由我们竹山茶道协会 在竹山烟草站这边办理的 这个新春的一个会员大会 以及新春的一个祝福的活动 那来到会场我们感受到 相当的一个喜气 尤其看到所有的会员 包括李市长跟李监士 大家都盛装打扮 以这个复古的造型 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它是以风华在线 那呈现的是在70年代的一个氛围 那来到这个竹山烟草站前面的这个广场 我们也想到说 这个茶道协会的所有成员 大家其实在每年的这个会员大会当中 都投入相当多的一个心力 而且巧思来呈现 那不管在服装上的一个打扮也好 或者在现场的这些布置 我们看到他们在思考 结合了在地的这些闲置空间的在地用 那一方面呢 也希望将竹山地区的一些景点特色 透过茶会的一种方式 来让所有的消费者 对这个地点更加的一个了解 那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在景点方面也好 或者是从文化 或者是整个跟茶产业来做一个链接 茶道协会理事长苏某全表示 希望透过此次的团拜 让更多人了解到茶道协会 所做的各项推广工作 也让茶道协会 可以为社会尽到更多的义务 我们今天是我们竹山茶道协会的新春团拜 那我也希望说 藉由我们这一次的办这个新春团拜 能扩展到外界 都能让我们让人家知道 我们的竹山茶道协会都是有在工作的 而且我们的茶道协会 也是会有在培训的培训课程 那希望说以后在我们茶道协会里 能再尽一点心力 为社会尽一点心力这样子 竹山镇茶道协会成立至今已经第八届 除了推广茶叶文化与茶道之外 每一年都会举办各项与茶相关的研习 而县府所举办的茶叶博览会 茶道协会也不曾缺席 不仅提供人力 也多是邀请国外与茶相关的团体 立宪展演 对于茶文化的推广 可说是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 大家好 已经是尽力 极慨 管 启 др 感谢观看